第171章 参宝宝的进化方法 那陆学姐去过英灵遗迹吗 时宇又问 白希道 我记得应该也去过 不过她也对七约死灵没什么兴趣 只是为了调查遗迹去的 不过可惜 最终没能调查出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调查 她是不是想知道 石帝所建立的东皇王朝的负面原因 时宇想起陆学姐对小母龙问的问题 道 好像是这个 白希点头 果然是这个 东皇王朝为什么会突然遭遇大劫 在极短的时间内濒临覆灭 然后导致被驱逐出国境的图腾生物 卷土重来 重新瓜分东皇大帝的资源 这一直是东皇考古界十大未解之谜 理论上来说 当时石帝虽然年迈 但依然坐镇东皇古国 战力无双 且接班人无数 东皇古国完全没理由覆灭地如此迅速 导致东皇大帝再次陷入图腾际域的战乱中 要不是后世出现了五帝这样的 不逊色石帝天资的人物 东皇这边 可能又要重回图腾时代 开历史的倒车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直是现代考古学家 想要弄清楚的问题之一 陆学姐念念不忘也情有可原 别说是她了 石宇这个外来穿越者 都想一探究竟 片刻后 石宇离开了招新现场 回来后 她先是开始翻阅起来资料 东皇考古界十大未解之谜 十大未解之谜 有五个跟古代东皇王朝有关 东皇古国历史中 一共出现过五次巅峰王朝 他们共同的成就 便是结束了图腾战乱 一代王朝走向低谷 必然又会遭受图腾生物的觊觎 这时候 战争往往就发生了 东皇古国真正意义上 处于和平的年代并不存在 人类一直没有清除图腾生物带来的威胁 当然 其他国家就更惨了 即使是现在 弃国中 也有个别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相比较下 东皇古国还算幸运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位精彩绝艳的传说御寿师出现 十帝之后是五帝 五帝之后是女帝 一位又一位极具天赋的传说御寿师 结束了一次又一次战乱 直到现代 其中 十帝是东方大帝御寿时代的开端 他所建立的王朝的走向 在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既然位列十大未解之谜 肯定是众多考古学家都解不开的谜团 时与愁了 不同于十一局大佬看不上的冰龙遗迹 这个谜团 应该有不少十一局大佬尝试探索过了吧 然而 还是一无所获 不好搞啊 还是先别想太多了 自己去英灵一记 就是看看能不能碰上有趣的英灵的 十帝的事情 上学阶段还是先别想了 当下积累为主 压制住好奇心后 十余转头打算加点 冥想 按照4比3冒号3的时间分配比例 开始了行动 十余先进行了冥想 静心凝神的甜气 加一记 冥想法家超强体质 让十余每一分每一秒都高效利用了起来 随后 则是加点 冥想完加点 省得耽误冥想效率 十余把沉睡中的虫虫召唤了出来 也没喊醒他 就是直接这样开始加点 虫虫的种族技能之一念力 在十余的教学下 熟练度快速地提升着 并且 虫虫的绝对睡眠技能 十余也偶尔点上一下 即 梦境中 虫虫睡得很舒服 不愿意苏醒 在净化之力的洗礼下 他梦中已经不知道净化了多少次 其中 有美梦 有噩梦 美梦则是净化为为了漂亮的蝴蝶 而噩梦则是净化成难看的蚊子 甲虫 对于净化成什么 十余倒是没在意 外表都是虚的 以重重的潜力 净化成什么都会无比强大 他现在多了一段净化型 种族潜力已经超越同族太多 十余已经没有了其他过大的奢望 嗯 当然 最好不要净化为奇奇怪怪的东西 十余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在了虫虫身上 不过十余 餐宝宝那边倒也没忽略 一季空间中 十余给每一只宠兽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十余的房子内 摆满了各种各样 从一级到六级的金属矿物 种类足足有上百种 这些都是他的零食 除了作为零食外 十余和十余也在研究 明文和不同金属矿物的硬化性质 有没有关联 因为磅上了宝石猫这条大腿 十余的资金一下子富裕了不少 直接就给宠兽们改善了下生活 如果说 十余是一屋子金属矿物 那么参宝宝 就是一屋子各种各样的气味独特的灵质了 虽然他的满脊甜气 能有了改变气味的功效 但是想完美契合 还是得让参宝宝有点时间接触才行 毕竟 他虽然有了上一种气味的库存 但是一时间也根本不清楚 他们的具体效果和如何排列组合 像那种可以 让对手补过头 陷入混乱状态的甜气 就是很需要格外开发的气味 硕大的屋子内 研究参穿着迷你白大褂 拿着一颗颗灵质 嗅着气味 直皱眉头 一 冥想 加点 十余一气呵成 状态有些飘飘然 因为还没开学 学习的时间自然可以免了 可惜 十余还有一堆其他东西需要研究 眼下 参宝宝的进化路线 是十余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他要寻找一些进化类技能 教学给参宝宝 帮他寻找进化之路 宝石之眼 礼乐龙门 都是进化类技能 不过 都不契合木系的参宝宝 十余躺在床上 拿着手机型图件 翻啊翻 群体消息 丁导师 同学们 三天后出发进行军训 翻 十余直接跳过一堆进化类技能和 无用信息 把目标排除筛选到木系的范围 他打算先从木系中找找 如果木系中找不到 再扩大到其他系 木系的进化类技能 十余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森林的种族技能 这个宠兽 正好是当初陆学姐 给他推荐的植物宠兽之一 并且 森林也是为数不多 达到条件后 就能凭借种族技能 自然进化的宠兽 没有一个严格的进化材料规定 和青棉虫类似 森林是一整座森林进化育育出的植物灵体 可以附体在普通植物上 加速该植物的成长速度 帮助其进化成灵植 赋予其战斗能力 随着成长 可以操控整座森林 当他附体的植物种类 品质 数量达到一定上限 有进化为君王种族 宠兽森之君主的几率 而他的种族技能 则是木系 死灵双系的附身生长 退一步讲 假如餐宝宝能学会这一招 到时候 寻找到一个高等级灵植 把他嫁接到上面 能合体进化吗 史与人麻了 太考验执行力和想象力了 感觉有点不靠谱 他又寻找起其他进化类技能 然后 找到了木系的茂盛技能 一共有两种宠兽掌握茂盛 不过 他们都并非植物类宠兽 而是动物 他们都是高等超凡种族 一个是头上有嫩枝的枝芽露 一个是背后长种子草的树种龟 两种生物 都是草食性的木系生物 一个最爱的食物是植物类树枝 一个最爱的食物是种子类 而他们的茂盛技能 则可以根据他们进食的营养物质 潜移默化 为他们积累进化底蕴 当他们的种族技能茂盛 达到一定熟练度 并且 他们也积累了足够的进化底蕴 那么 这时候使用特定的进化材料 再使用茂盛激活进化底蕴 他们就会完成进化 枝芽露会进化为 高等同龄种族的真植角落 树种龟会进化为中等君王种族的树界龟 两只不同的宠兽 虽然所用到的进化技能一样 但是进化材料不一样 之后的种族潜力也不一样 茂盛技能 感觉餐宝宝可以试试 毕竟它也有和小鹿 小龟类似的特点 它头上不也有人餐花吗 而且 它本身也是植物 不过 它好像没有吃植物的习惯 时宇继续看 又发现了一个木系种族技能 变异体 这个技能 又有所不同了 至今为止 只有一种植物 重收异形术掌握它 这种植物非常古老 正是因为这个种族技能 它才得以从无数年前存活至今 拥有变异体种族技能的植物基因 非常不稳定 十分容易因为周边的环境的差异 而进化成适应当前环境的形态 哪怕它们受到光污染 水源污染 土壤污染 大气污染 也不会轻易灭绝 而是会变异成适合当前环境的品种 不过 把变异说是净化也不准确 因为变异进化后 它们种族等级有可能不变 有可能提升 但也有可能降低 单纯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变异的 不稳定性极高 另外 由于变异体技能 可能不存在熟练度概念 或者极难提升 异形术基本没有超过君王种族的 但一般来说 面对恶劣的环境 异形术都是朝着更高种族去变异进化的 这样 它们才能更好地抵抗外界艰苦的环境 嗯 变异体 这个技能比较容易理解 毕竟参宝宝就是变异过来的 意思是 假如参宝宝掌握变异体后 我只需要把它扔进岩浆 冰川 辐射地带 只要不死 它就能自己变异进化呗 岩浆参宝宝 冰川参宝宝 辐射参宝宝 参宝宝 第172章 抵达英灵遗迹 时雨冥想 加点 构思参宝宝进化 转眼间 三天后 古都大学对战系 考古系的600多名新生 即将前往英灵遗迹附近 进行军训 这期间 时雨思索许久 还是觉得 变异体这个技能 比较适合参宝宝 因为自家参宝宝本身 就是变异种族 正常参宝宝 是绝对不可能 觉醒及吃掉八级生命果实 一点是也没有的 但是自家参宝宝做到了 还进行了变异进化 或许这说明 自家参宝宝适应能力极强 如今 再加上几乎让它有着 不死之身的生命之源 没准真的能通过一些极端环境 再次完成变异进化 所谓的极端环境 时雨也想好了 它打算自己创造 模拟 主要是三方面 土壤 光源 水源 它打算寻找一些超高等级的意图 溢水 特殊光线 来结合变异体技能 辅助参宝宝变异进化 其中 对于这些一种 时雨的想法是 它们最好是 能给植物成长 造成巨大压力 但却也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总结来说 就是时雨打算 参考参宝宝第一次变异进化的方法 再让它来次变异进化 当然 这个过程 多加点外界条件 也不是不可以 比如 再给参宝宝吃一颗高等级灵果 借助更全面 更高级的超负荷资源 让参宝宝 朝着更强的种族去变异 这之前 时雨也会尽可能把变异体技能点高 通过这个技能 说不定 随着时雨 参宝宝接触的特殊环境 越来越严酷 直接解决了参宝宝全部的进化难题 能让它一路变异 进化到神化种族 把参宝宝栽到月亮上 变异进化为月亮参宝宝 栽到木星上 木星宝宝 扔到太阳里 死灵参宝宝 至于茂盛技能 时雨觉得 靠这个进化的几率不大 但如果有机会 复制过来 也不是不可以 茂盛其实就是典型的圆丁剂 为低阶木星技能 能让草木茂盛生长 增强木星技能威力 部分特定宠兽 通过这招合适合的进化材料 的确可以进化 但参宝宝这边 时雨没信心 参宝宝目前都君王种族了 单纯靠着一个低阶非种族技能 完成进化 有点不现实 到时候 估计还是得要求 所谓的特定材料 实在不好实验 不如变异进化省势 比起把希望寄托于茂盛 时雨还不如期待 一手超阶技能植物掌控 这个技能包括了大部分木系技能的能力 不仅可以操控植物生长 还可以提升植物品质 说不定 到时候 时雨把这个技能给参宝宝点到 出神入化后 她能通过这个技能 帮助自己提升品质 再次完成进化 看起来比 茂盛技能的上限高出许多 而现在的问题就是 异形术不太好找 时雨已经留意相关信息了 她希望可以在她把参宝宝的 种族技能点得差不多前 能复制到变异体技能 而眼下 时雨已经开始坐上了 前往英灵遗迹的校车 这几天 大家在学校里待得还习惯吗 停在校园内的装甲校车内 时雨他们班的学生已经就位 丁岛师站在前排 笑呵呵地看着学生们 在军训结束前 没有提前开学 为的就是给新生们一个逛逛校园 了解校园 适应校园的时间 习惯 古都大学天下第一 训练设施太牛了 就是有点贵 车内 学生们十分活跃 几个社交牛逼症的学生 扯着嗓子大喊道 古都大学毕竟是培育出了 无数大师及预寿师 甚至还培养出过 传奇预寿师的顶级学府 内部的训练设施 自然能满足这些 新进职业预寿师的要求 嗯 不错 丁岛师笑道 到了地点后 你们记得听从班长指挥 有问题也可以找石雨同学 不要惹出麻烦来 丁岛师话落 不少人目光齐刷刷 看向前排坐着 闭目养神的石雨 和他旁边不自在的班长王灵 王灵是班长 有问题找他是应该的 而石雨 则是因为太强了 所以丁岛师格外放心 无论是考古领域 还是实力 石雨都要玩爆 同期学生一大节 不过也正因此 此时王灵很蛋疼 他怎么就跟石雨 分到一个班了呢 此时 他前几天想超越 石雨的雄心壮志 在看完石雨参加 对战设考核后 直接量了一半 受到的刺激程度 不见得比余数小多少 原本想着靠这次 英灵一计达成反超 但是现在 王灵 余数等人 都有点心虚 不一会儿 一堆校车 从古都大学校内 各地开始出发 英灵一计 位于古都市边缘的 一个一计保护区内 由御寿兵团驻守 算是比较安全的一计了 2000年来 一直没有过什么危险 只给后人带来了机遇 距离的话也不是很远 两个小时车程足够了 过程中 刚开始还好 但是忽然间 坐在石雨旁边的王灵 有些紧张 我不对劲 他目光瞥向冥想的石雨 莫名感觉石雨身上的味道 有些好闻 甚至还生出想多闻闻的感觉 让他直呼 自己是变态 你身上什么味道 片刻后 王灵忍不住问道 沐浴露还是喜发燕 还是什么牌子的香水 石雨明明可以靠脸 和才华吃饭 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陪衬干什么 虽然说 真好闻 石雨睁开眼睛 看向了他 默默不语 从口袋 拿出一个持续散发甜气 萦绕自身的香囊 晃悠在王灵眼前 出神入化 及以上甜气制作的香囊 可以缓解疲惫 补充体能 增加冥想效率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没用过 哪有这么多效果 你拿买的 王灵不相信 而且 味道也很特殊 你没用过的 这是我们自制的 需要吗 同学有勤价 三百万一个 大概可以用一个月 建议打包一年份 让你超越欲数 肯定没问题 石雨笑呵呵看向他 我能这么强 全都是靠他 王灵一愣 嘿呀 真TM贵 价格都快只比给 君王级生物使用的 五级资源了 有这个钱 他去买空灵石 和其他补品不好吗 少忽悠我 另外 纠正一下 我本来 就比玉树强 王灵道 用不上这个东西 那好吧 石雨揣回香囊 给你机缘 你不把握呀 他真没说瞎话 王灵作为强化类天赋 也很容易虚弱的 这个香囊 绝对是强化类天赋 预售师的极品神器 不仅可以辅助 预售师自己冥想 用来缓解预售师 使用玉树天赋 帮助重受训练后的疲劳 也很好用 性价比完爆其他补品 300W真的有情价了 发现石雨黑伤本质后 石雨 王灵两人一路无言 大家注意维持秩序 很快 众人抵达了目的地 到了地点后 丁导师又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了 石雨他们 这辆车上的学生 还有附近十几辆 其他车下来的学生 纷纷在各自的 代班导师引导下 排好队整整齐齐下车 好高的城墙 下车后 学生们立刻可以看到 自己远方高耸达 几十米的围墙 其实每一个 临近野外的城市 都是建有城墙的 比如 平城就有抵御 雪山凶兽的高大城墙 这些城墙建筑材料特殊 哪怕是凶兽 也很难轻易攻破 看到城墙 众人很清楚地意识到 这里应该是古都边缘了 也正是 古都市某个 玉树兵团驻扎的地方 以及英灵遗迹的所在 今年古都大学的新生来了 都是好苗子 真想拉来兵营中操练一下 可惜 现在愿意来玉树兵团的 有天赋的玉树师少了 你懂个屁 现在国家追求的是 全面型人才 哪能全来兵营 学生们到达的时候 不远处 一群穿着迷彩作战服的 玉树师望着他们 互相交流着 别聊了 去接待下古都大学的校领导 其中 一个为首的军官道 迎面 这次古都大学的负责人 考古系 对战系的李主任和主任 笑呵呵朝着这群军队玉树师走来 老徐 好久不见啊 有一阵子了吧 学生们去分配好的住处 放置生活用品时 古都大学李主任和主任 找上了他们口中的老徐 是啊 穿着迷彩作战服的军官徐开笑了下 道 这些学生质量怎么样 那自然没得说 争取有十个人能获得英灵认可 对战系和主任 呵呵一笑 他系里有不少通灵者 几率很大 比较可惜的是 王林 十余两人 被考古系截胡了 他撇向同样笑呵呵的李主任 看来是真不错 军官徐开点头 接下来 各班的带队导师 和一级保护区的各个教官 也都碰了个头 而不一会儿 找到自己的临时住所 放置好了生活用品的学生们 也都出来了 在导师们的指挥下 这次六百多位来英灵一级军训的学生 快速被组织了起来 十余在人群中不用想 也知道又到了所谓的讲话环节 宽阔的平地上 学生们整齐站好 徐开和李主任 和主任最后笑着说了几句后 走向显眼的高台 此时 看到这个皮肤有黑 带着一点胡渣 体型壮硕的军官上台 露出严肃的目光 下面的学生开始小声议论 那是古都顶级大师之一 徐开 御兽兵团中的强者 有过率领小队 和霸主王林厮杀半天的超强战警 据说 他也是得到强大古代英灵 认可的御兽师 下方 这群古都大学的新生 也都是有见识的人 毕竟 除了个别是草根出身 他们多数还是育二代 对于古都御兽领域的强者 并不算陌生 你们好 我是你们此次军训的负责人之一 徐开 徐开目光在人群中流动 道 你们都是天之骄子 顶级学府的精英 我非常荣幸 能成为你们的教官 这次 我将和你们的李主任 和主任一起 带你们领略那些古之英雄的事迹 徐开不远处 考古系李主任 对战系和主任 都笑着点起头 这次军训意义非凡 主要是为了让这群生活在相对和平年代的学生们 可以清楚 如今来之不易的生活 是谁带来的 除了当今依然镇守在城市边缘 国境边缘的御兽师们 还有应该感恩的 则是那些从图腾手中 将人类解放出来的古代英雄 可以说 这次军训的目的 就是培养年轻御兽师的民族认同感 教书育人 最后 如果教出一堆人间 重阳媚外的软腿虾 那也白叫了 外敌无数的情况下 谁也不敢保证 稳定的局面 可以维持多久 毕竟古代东皇王朝 也曾经无比辉煌 压得图腾异族们喘不过气 甚至还有王朝组织大军 杀到了图腾区 但依然无法摆脱王朝没落定律 因为相对之下 人类寿命太短了 异族是打不光的 谁又能保证当下的和平会 永久持续下去 如今边境小规模的摩擦 从未停止过 这种情况下 让这些非军队路线的 精英御寿师们 也了解下 东皇古往今来的历史 拥有一定的热血 非常有必要 这位徐开大师 也是位演讲的好手 短短几句话 就把在场许多年轻学生的 民族荣誉感调动了起来 让不少人热血沸腾 甚至恨不得马上退学参军 去边境战场 和图腾区的异族厮杀 为了守护后世 伟大的实地 将第一代东皇王朝 无数英雄的痕迹 烙印在了前方的 英灵遗迹之内 凡是东皇人族 都有希望得到英灵的认可 并激活他们的事迹 后续东皇王朝 长达千年的动乱中 有不少英雄豪杰 就是凭借此处 英灵遗迹的认可崛起 并发起反攻号角的 而直至如今 英灵遗迹内的全部英灵 也尚未被解锁 等待着后世的继承者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 有足够的决心 信念 自治 那些古之英雄 说不定会从历史的 长河中走出 以死灵英灵行事 辅佐你们 继续以另外一种形态 守护东皇 这七天军训生活 你们除了 可以参观遗迹区 各处遗址 了解每一位英雄的事迹外 还能主动去尝试 沟通那些 未曾被召唤的古代英灵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讲解完注意事项后 学生群体又解散了 和时与想象中的不同 这里的军训 和前世所谓的军训 区别很大 并没有多么严格要求纪律 也没有派出专门的教官 管理某一个班级 给予了学生们 相当自由的空间 的确就和丁导师说的一样 他们像是来旅游的 那些教官 之后的职责 更像是介绍遗迹的导游 希望通过这处遗迹保护区 让学生们来了解历史 来培养民族认同感 并可以真正意义地 从这次军训中 获得一些实质性的思想成长 以及部分精英学生 还有可能从英灵遗迹中 获得实力上的成长 相比下 用一些军队式的训练方法 来训练这群 通过了职业考核的精英 实在没意义也没必要 根本不会有什么巨大作用 这里哪一个 不是同级中的精英 单独拽出来 同级下 教官都不一定能 打过这群学生 散会后 各个班级重新聚集到一起 王林看着前方32个同学 深呼吸一口气 道 大家都听到了吧 这次军训历练 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能获得 古代英灵的认可 七天时间 大家可以无数次尝试 另外 作为班长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沟通英灵的小技巧 提高大家沟通英灵的成功率 王林作为班长 还是很尽责的 他一开口 下方班级的学生们 立刻躁动起来 纷纷看着他 包括石宇 也看向了他 什么小技巧 寿尔娘学姐 怎么没提醒他 班长牛逼 什么小技巧 其他同学也开始急切问道 真的 我听说 历年来英灵一季军训的考生 沟通英灵成功概率 才1%左右 也就是说 咱们600人 可能也就6个人能成功 这个概率 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但对于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说 还是有点绝望的 总之 如果我能成功沟通 我请全班吃习 有人道 王林看着激动的同学们 他呵呵一笑 不要急不要急 听我说 这个小技巧就是 星成泽灵 石羽 众人 咱们换个班长吧 感觉你在说废话 谁不知道 星成泽灵 难道还要站在一族图腾的角度 去沟通英灵 那样就算能召唤出来 恐怕也不是认可 而是显灵杀人间吧 还有的 还有的 王林补充道 课本你们应该都看过了吧 上面记载了无数英雄事迹 这些英雄的力量 肯定也被烙印在英灵一记中了 一般来说 如果你对某个人的信仰越强烈 对他的事迹越熟知 就越有希望得到他的认可 所以 这一周 如果首次沟通失败 大家不要灰心 可以尝试下 多复习复习英雄事迹 抱着虔诚的内心 再去沟通看看 另外 一定要专一 不要想着 自己能得到许多英灵的认可 冲着一个人去就好了 还有啊 做好调查 已经有很多英灵被召唤出来了 这时候 就算再了解他们 也没什么用 他们也不可能再次出现了 网林讲了许多 自己知道的小技巧 这回还向点画 同学们纷纷点头 石雨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这时 班内一位颜值不错的女生 目光闪亮地 看着旁边摸鱼的石雨 石雨被誉为考古界星星 又是新生内风云人物 他也非常想听听石雨的建议 他话落 班内一堆石雨的迷媚迷地 顿时看向了石雨 呃 石雨茫然 建议吗 石雨想了想到 那我说下我的看法 据说 石帝把当时 所有具有功绩的人 物 受的力量和事迹 以特殊方式 烙印在了英灵遗迹内 一个目的是 希望后世遭遇灾难 他们的力量 信念 还可以凭借另外一种形式重现 守护东皇 而另外一个目的 则是希望他们的功绩 能多一种方式保存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人召唤出英灵后 不仅他们的力量会重现 事迹也会跟着显现的原因 石帝的记载 应该是没有遗漏的 但是后人 对当时人事物的记载 应该有许多残缺 正因此 如果能召唤出一个 没能被历史记载的英雄 到时他的事迹显现 应该算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考古发现 所以 或许也可以凭一个 考古学家的角度 去沟通英灵遗迹 探索未知 还原历史真相 在这个实地改造的特殊地方 理论上来说 就算没心灵感应天赋 也能让遗迹显灵 但石雨说完 忽然觉得自己 说了一堆废话 小技巧更实用 不过 亡灵这时 却是点了点头道 一脸所误 石雨说的对 我那个小技巧 其实更适用于 对战系的学生 现在我们的身份 是考古系的学生 如果想在这个领域 有所成就 比起获得强大英灵认可 去探索那些 未被历史记载 或者资料模糊不清 无法判断史实的人事物 更有一定价值 英灵遗迹的英灵 至今没被解锁完全 不少考古学家来这里调查 也多是因为想探索未知事迹 而非获得英灵认可 的确 考古系的传奇 陆清一学姐 就曾多次调查英灵遗迹 并拒绝了英灵认主 只为探查一些真相 石雨点头 我们懂了 石雨和亡灵话落 考古系 一 班的学生们 都是一脸醒悟的表情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经过石雨和亡灵 这么一说 他们忽然觉得 稳了 有一种被打通 任督二脉的感觉 班里有个大佬 和好班长 戴飞真不错 石雨 你们懂个球了 众人交流的时候 忽然 远方一道白光冲天而起 瞬间吸引了 全部人的注意力 不远处 一个教官瞪大眼睛 道 谁啊 你们这群学生 这么效率的吗 这么快 就有人跑到祭坛那边 并且沟通英灵成功了 不少导师 也纷纷露出惊讶面容 哪个班 是对战戏 三 班 解散后 他们就被班长于树 带着跑去英灵遗迹那边了 这一刻 几乎没有犹豫的 无论是师生还是教官 都坐不住了 一级那边跑去 想看看对战戏 三 班在那边折腾出了什么 第173章 召唤英灵 靠 让人杰足先登了 来到陌生的地方 大部分学生 还是有点拘束的 没有导师 教官的带领 一时间没人敢下逛 只是小范围的同班交流 等待午饭 但是这个时候 却有一个班 自行跑到英灵一级那边 还成功召唤出英灵了 一下子惊呆了所有人 对战戏 三 班 于树 我探瞄 肯定是于树召唤出了英灵 考古戏 一 班这里 听到远处的议论声 亡灵傻眼了 于树这小子 动作 怎么这么迅速 这才刚到这里没多久 怎么就跑过去了 赶着投胎吗 我们也过去吗 那是当然啊 一级那英灵就那么多 召唤出一个就没一个 去看看对战戏的人 召唤出了哪位 考古戏 一 班也快速跟着人群 往着英灵一级那边跑去 英灵一级 是一个金改造的特殊遗迹 它无法移动 进入 损坏 它与外界的传送点 是一个祭坛 这个祭坛也无法摧毁 移动 哪怕是图腾生物的强攻 也无法伤之分后 而当人类站到祭坛之上 就有几率沟通遗迹空间 召唤出英灵 此时 连接英灵一级的巨大祭坛 被重重封锁线封锁着 这里一直有重兵把守 是不让轻易入内的 但是古都大学学子军训期间 学生们可以自由通过封锁线 登上祭坛 尝试沟通英灵 对战系 三 班 是最早来到这里的班级 此时 一个青年茫然 惊喜地站在祭坛上 感受着四周的白光 不知所措 竟然真的成功了 自己竟然得到某个英灵的认可了 青年十分欣喜 在他不远处 围着的士兵露出羡慕的表情 对战系 三 班内的其他学生 也都是一脸的羡慕 人群中 于树呵呵一笑 道 厉害 陶哥666 第一个主动登上祭坛 尝试召唤英灵的 不是渔树 而是古都大学 从神都市挖过来的一个通灵者 陶毅 他在神都市职业考核中 排名前列 也是实力十分不错的御寿师 不过这时 关注陶毅的 只是少数人 更多人 则看向白色光芒闪耀的祭坛 以及变得如同混沌一样的祭坛上空 想看看他 究竟召唤出了什么英灵 此时 祭坛上空 模糊不清 光线混乱 就跟一个虚幻的景象一样 好像海市蜃楼 有人嘀咕道 白色光芒照耀之后 英灵没有第一时间出现 反而 是这个圣景一样的混沌地带 开始直达心灵的 以类似心灵感应的形式 浮以文字 重现这位英灵的功绩 除此之外 天空之上 还出现了一个身着战甲 手持弓箭 做出射天姿势的 鹦鹉男子的虚意 男子面旁模糊不清 但是身姿伟岸 气势庞大 天震军 神射营 卢之舟 很快 他的名字出现 在场所有人 立刻知道他的身份 不仅是因为英灵遗迹 将他的名字 心灵感应到每一个人心中 还因为卢之舟的事迹 也被详细记载了下来 大家都不陌生 竟然是卢之舟 是他 逃逸有点惶恐 感觉自己何德何能 得到他的认可 卢之舟 实地麾下三大军团 中天阵军 神射营中的 一位御寿师 第一次图腾之战末期 天语官战役打响 神射营奉命阵守天语官 阻拦羽妖帝国进攻 此时双方兵力差距悬殊 我方补给不足 战事告急 神射营成员卢之舟 主动申请启动 天阵大将军留下的 特殊阵服 以燃烧自己和五支战宠 全部生命力量为代价 射出璀璨一箭 点燃了神射营 所有成员的决心 历史两天两夜 神射营已剩余三人 无数牺牲为代价 等待到援军 阻挡了羽妖帝国进攻 完成了镇守任务 接下来 英灵遗迹甚至还显出 卢之舟的生平经历 他33岁死亡 从17岁成为御寿师开始 就想应图腾之战 征战了16年 他天资普通 直到死亡 也不过是后世的大师及御寿师 作为神射营普通成员 他却能直面霸主及生物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做出抵抗 人们了解卢之舟的功绩后 他力量痕迹 和因为信仰之力所化的英灵 也终于显现 一把缠绕白色气旋 形体虚幻的白色弓箭 在光芒的汇聚下 浮现在了天空中 这个就是卢之舟的英灵化身 不过弓箭英灵浮现后 还没完全结束 弓箭英灵于天空蓄力 光芒璀璨 对准陶逸 让陶逸深呼吸一口气 英灵出现后 有可能直接认主 也有可能选择考验 召唤出他的御寿师 如果召唤者无法通过考验 那么英灵就会自主消散 祭坛外 此时已经汇聚了大量人员 六百多名学生 此时已经全部抵达了这里 各个班级的导师 还有这里的教官 以及徐、李 何等几位顶级大师 也都盯着祭坛之上 打算看看这位学生 能不能通过考验 竟然不是渔数 而是陶逸啊 他也不错 父亲是烈士 可能是自幼受到了熏陶吧 何主任颇为感慨地看着前方 总之 他们对战系的学生 能得到英灵认可 他就高兴 不是渔数 一个不认识的 考古系 一 班这里 大家看到眼前的情况后 议论了起来 如之舟 我在课本上见过他的顾帅 他应该是大师级预售师吧 王牌战宠是洛宇宫 没想到 他的英灵形态 竟然也是弓箭 在这个世界 山川草木皆可净化 书籍刀剑也能御御出零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一次历史断层后 武器变得无法御御出零 完成净化了 反而现代后 机械武器取代了这些 滴滴滴 查无资料 与此同时 下方 到来的石宇 激活了图鉴 可惜 查无资料 石宇还是头一次看到 十一局图鉴 显示出未知字样 他本来想看看 这个弓箭英灵的种族等级 成长等级的 但看来 这个出现的弓箭英灵 在彻底认可眼前的学生之前 还并未完全化为死灵生命体 神奇 石帝到底是怎么做到 把这么多人和物的力量痕迹 烙印在这里 然后让他们在后世 成为英灵的 石宇无比好奇 这得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 来吧 此时 这个对战系叫逃逸的学生 也坚定了内心 无比的振奋 打算接受 卢之洲英灵的考验 他召唤出了自己的宠兽 打算全力扛下这一击 祭坛外 王灵道 如果这个逃逸能通过考验 将一飞冲天了 卢之洲生前是大师及御寿师 在石帝力量 和后世信仰之力的加持下 他的英灵 换算下 不会低于低等君王种族潜力 成长上限很高 此时 各地看着打算接受考验的逃逸 都纷纷讨论起来 试看英灵生前的实力 来评判种族等级的吗 考古系 一 班这里 有人询问王灵 对待这种死灵遗迹 王灵这种通灵者 明显知道更多 看实力和功绩 王灵道 也跟信仰力量有关 那实力麾下三大将的英灵 该是什么等级 石鱼也站在王灵身边 望着祭坛问道 王灵当着全斑面 道 实力麾下 三位大将都相当于我们现代的 封号传奇 是可以抗衡图腾及生物的强者 他们的英灵 必然是霸主潜力 很可能是高等霸主种族 白灵 天镇 镇海三位大将军 还各有一个副将 也都相当于我们后世的传奇御寿师 这三个副将中 有人被召唤出来过 他们的英灵 成长潜力 不亚于低等霸主种族 除了三大军团 石帝麾下 还有十位传奇级的普通将军 他们的英灵 潜力等级 也不亚于霸主种族 以及 铁血无双的百大战将 这些战将的英灵 潜力等级 都是高等军王种族 而像卢之洲这样 生前是大师级 并且留有巨大功绩的战士 他们的英灵潜力等级 也不会低于君王种族 正因此 所以才说 英灵遗迹 是石帝为后世留下的瑰宝 是保证东皇万世不灭的根基 石帝牛逼 王灵说得面红耳赤 他要求也不高 只要能得到石帝麾下百大战 将其中一位认可 那就此生无悔了 哄 而此时 陶毅已经承受了 弓箭英灵璀璨的一击 巨大的能量冲击波中 闪烁起无穷的光耀 随着光芒散去 陶毅和他的宠兽凄惨的模样 出现在了祭坛上 此时 陶毅虚脱地望着天空中的弓箭英灵 露出笑意 他扛下来了 英灵都是根据召唤出 他的御寿师的实力 来进行考验的 不会太为难忍 有懂行地看着祭坛上的情景 点了点头 而此时 祭坛上 弓箭英灵则是光芒暗淡下来 化为了一颗类似种子的白色物体 落向这名学生掌心 哈哈哈哈 恭喜恭喜 这时 所有人督羡慕地看着这名学生时候 这次军训负责人徐开大笑道 你是叫陶毅是吧 恭喜你获得卢之洲前辈英灵的认可 你可要好好继承他的意志 是 拿着弓箭英灵魂种 陶毅表情兴奋 此时 虽然还没契约 但是他可以清晰感受到 魂种和自己之间的联系 做得不错 对战系和主任 也赞扬地看着陶毅 片刻后 大笑的徐开走到了他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冲着在场的六百多名学生道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英灵考验 接下来七天 你们都有机会登上祭坛 尝试获得英灵认可 陶毅同学 下去休息一下吧 你做得很好了 徐开扶着陶毅道 此时 祭坛外 学生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刚才考古系 一 班讨论的话题 在每个班级间再次讨论了起来 得知了陶毅疑似 获得了一个低等君王种族英灵的认可 学生们更加羡慕了 并且跃跃欲试地看着祭坛 不过 一时间 许多学生都挺走 毕竟这里人太多了 而且刚有一个人获得了认可 这时候 如果他们上去了 又没有获得认可 该多尴尬 接下来该我了吧 此时 把陶毅带过来的榆树 笑着看着祭坛 陶毅实力和天赋 还不如他呢 都能获得一计认可 他也肯定可以 说完 榆树就想朝着祭坛走去 而同时 朝着祭坛走去的 还有一个人 石语考古系 一 班这里 本来包括亡灵在内 所有人都在迟疑 但是 好奇心旺盛的石语 根本等不了 忍不住 见识到英灵遗迹的神奇后 他没心思观望了 恨不得立刻就上去试试 自己能召唤 哪位古代英灵 榆树 石语 这两位社交牛逼症 直接同时卡在了封锁线前 落入了所有导师 教官 学生的视线中 封锁线外 榆树嘴角抽搐地 看着旁边的石语 十分胃疼 你干嘛 他问 登记他 石语道 虞树 我 TM知道 你要登记他 但干嘛跟我一起过来 要不你先 石语见虞树 一副恨不得吃了自己的样子 无奈道 不 你先 虞树无语转身 不行 他要先看看 石语能召唤出什么 这样他登上去时候 才心中有底 说完 虞树直接回到了班级中 默默不语 而此时 全部目光 则落到了石语身上 呃 李主任看着石语 没想到石语这位 隐藏在新生中的 十一局大佬 这么快 就对英灵遗迹 产生了好奇 不过也正常 英灵遗迹 对于所有御守师来说 吸引力都大得可怕 接下来 我可以上去吗 石语问向 封锁祭坛的教官 教官们看了一眼徐开 徐开 则是点了点头 很快 封锁放行 石语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登上了祭坛 张千一 苗东东 虞树 韩栋 王灵 许静英等人 盯着石语 心情复杂 其他学生也议论纷纷 是石语 他又来了 社团考核那天 他太妖念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得到英灵认可 一般来说 跟死灵接触的越多 就越容易得到英灵认可 这也是为什么通灵者 得到英灵认可的几率 更大的原因 石语他三只宠兽 没有一只死灵系 应该没那么容易吧 不过他是 心灵感应天赋 能和万物沟通 又说不好 不仅是学生们 考官们 导师们 也都凝重看着石语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石语十一局成员的身份 但是 他们知道石语谷 都考核状元的身份 更是知道 石语是考古界星星 对于石语在英灵一季的表现 他们也很在意 其实 不管能得到什么英灵的认可 只要能共鸣 就赚大了 不少人在下方议论 因为英灵一季出现的英灵 很少有低于君王种族的 就算英灵前身只是一个普通士兵 一个军团的标记 在实地力量和历史的冲刷下 也早就极尽升华 变得不凡 此时 石语已经登上了祭坛 站在祭坛上 他感觉很奇妙 然而 一秒 两秒 三秒 十多秒过去后 一记还是没什么反应 石语 石语通过心灵感应 对着一记喊了两声 依然没动静 那个 沟通英灵 需要什么特定动作 语言骂 石语却生生地望着下方的大家 众人 于树无语地看着石语 喊道 不用 闭目冥想 等着就可以了 你别急 一般要一分钟左右 石语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他开始静静等待 并且 心灵沉淀了下来 心灵则成 心灵则成 一记内的各位前辈 出来一位吧 冰龙将军小姐姐 你家冰龙想你了 托我给您带了话 一分钟了 片刻后 石语抬起头 一分钟定律还真管用 刹那间 无穷光芒从祭坛乍线 光耀直冲云霄 所有人瞪大眼睛 轰隆隆 底下 刚下去的陶翼瞪大眼睛 所有学生都瞪大眼睛 刚才陶翼召唤出英灵的异象 再次出现了 有反应了 石语和某个英灵产生共鸣了 我就知道 李主任目光闪亮 作为十一局成员的石语 怎么可能无法召唤出英灵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石语召唤出来的英灵 和他产生共鸣的英灵 是哪个 会不会是百大战将中的一员 潜力等级为高等君王的战将英灵 李主任期待 这家伙 而榆树 亡灵等人 没想到 石语真的能召唤成功 不由得心脏一图 看向天空 想快点知道 石语召唤出的英灵的事迹 学生 导师 教官 每个人都抬头看向了天空 很快 圣井一样的混沌地带中 出现了一位身着战甲 英姿撒爽 刘有长发 但却面貌不清的女子形象 虽然看不清面旁 但是此时所有人 都能感受到 他那远超于男性的气魄 还有领导者的风范 以及那令在长几位顶级大师 都为之震撼的气势 一位女将 大家看到石语召唤出的英灵虚影 都露出惊恶的表情 如果说开始只是惊恶 那么接下来 则是全身毛孔都仿佛炸裂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冰龙大将决 木徽英 石帝麾下封号大将决 石帝麾下最强大将 女中豪杰 金国英雄 木徽英一生未嫁 全部生命奉献于东皇谷国 图腾之战中 以单兵姿态 抵挡过五次图腾进攻 灭杀霸主三十九位 覆灭君王无数 随着这道英灵虚影的功绩 一点点浮现 所有人都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震惊看着祭坛上 眯着眼的石语 怎么可能 这是谁 冰龙大将决 石帝麾下最强大将 为什么从没听说过 抵挡过五次图腾进攻 灭杀霸主三十九位 覆灭君王无数 这个战绩 完全不逊色另外三位大将 尼玛 石鱼你还是个人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哼哼 与此同时 祭坛上 不是石帝英灵吗 石鱼望着虚影 冰龙大将军也很好了 正好给冰龙大将军证明 第174章 冰龙大将军 古都 一记保护区 英灵一记 召唤祭坛上空 此时 随着一道风姿绝世 气魄超绝的身影 从英灵一记中浮现 祭坛四周 所有人忽然安静了起来 静静看着这道身影 以及 他的攻击介绍 王灵 于树等人 嗓子干哑 妈的 这怎么可能呢 简直离大谱了 这 李主任和主任 徐教官等人 也瞠目结舌 一个从未被历史 记载下来的传奇大将 石帝麾下最强单兵大将 所有人都 仿佛被捏了一把心脏 从攻击介绍来看 这似乎是第一代 东皇王朝 战力第二 匪夷所思 这样的人 为什么没被史书记载下来 还有 如果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那这应该是 英灵一记中 出现过的最强大的英灵了吧 石宇是怎么把这样的存在 召唤出来的 这小子当真妖念 第四位大将 人群中 王林忽然想起 石宇在班级里对自己说的话 大脑忽然嗡嗡的 石宇 众所周知 三大将有四个 没毛病吧 卧槽 王林一惊 感觉自己和石宇玩的 不是一个游戏 感情石宇这家伙 还没来这里之前 就知道自己 能召唤出什么了 指定召唤 作弊啊 难怪石宇说 要从考古角度 去沟通一记 等 等下 生平啊 兵龙大将军虚影出现后 人们凭住呼吸 聚精会神 等待英灵一记 介绍穆灰英的生平 像是刚才的卢之洲 除了公记 一记还把他从出生 到死亡 近乎全部的生平 以简介形式记录了下来 虽然卢之洲的故事 历史书上也有记载 但是英灵一记中 更详细的记载 无疑是对历史的 又一次证实与补充 相比卢之洲 眼下 穆灰英毫无疑问 更为神秘 公记更为震撼 对于这个未知的神秘大将 大家迫切想知道 他的全部信息 为什么没有 怎么不显示了 大家等待着 然而 片刻后 在场的人们愣住了 英灵一记 除了名字与庞大的公记外 似乎没有详细记载 穆灰英更详细的资料 似乎 不仅是历史 连建造英灵一记的实地 都没有过多记载他的信息 为什么 石宇注视着那道虚影 也很不解 历史没有记载 也就罢了 为什么英灵一记也没记载 作为那个时代的国家英雄 没理由是这个待遇啊 其中 肯定还隐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信息 当时冰霜巨龙怎么没说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时 一便突生 不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看着祭坛上空 部分学生忽然惊愕开口 石宇的目光 也猛然一缩 穆灰英的身影 此时此刻 仿佛从英灵一记中走出 逐渐显出清晰的面容 要知道 千百年来 一记中召唤出来的英灵 面貌 身形 几乎是模糊不清的 但是到了冰龙大将军这里 完全变了 下一刻 众人被眼前的冰龙大将军惊艳到 他面容美丽 清秀绝伦 身着战甲 鞋带长剑 有着一头披肩的红色绣发 和红色的瞳孔 如灵魂体一样的幻影身躯外 包袱着如同太阳火焰般的灵气 气质绝世 真的如同古之大将将士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 众人可以清晰看到 木灰鹰的目光 扫向众人 这让所有人不敢相信的 张大嘴巴 随后 这个落相祭坛的灵体 锁定向了石语 缓缓开口 现在是多少年 他声音传出 惊助所有人 卧槽 卧槽 随着这个从英灵遗迹中 出现的灵魂体开口 在场所有人 再次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 英灵遗迹中 被召唤出的英灵 不都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全新生命体吗 眼前 这是怎么回事 英灵 说话了 石语内心也微微震动 这不科学 据他了解 这里的英灵 不可能存在意识 自己唤醒了什么呀 石帝建立东皇王朝的 两千三百年后 石语强忍惊异 看着自己不小心 召唤出来的英灵 木灰阴表情 看不出情绪 王朝还在吗 石帝所建立的王朝 已经亡了 不过后世 有人又把它重新建立 反反复复 延续至今 石语回答 因何而灭 木灰阴问 不知道 石语达并问 你也不清楚 木灰阴摇头 包括我在内 这里所有灵体 都是实地通过时间之力 保存下来的力量痕迹 并不知道王朝后期 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木灰阴的 力量痕迹 或许他本人经历了一切 但我一直在这里 他是一个特例 是这里唯一一个保存部分意识的灵体 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记载生平的阴灵 木灰因阴灵化落 李主任等考古系导师浑身微微颤动 果然没错 对于实地如何改造的阴灵遗迹 考古界有许多说法 其中 有人说 是实地把所有阴类的灵魂葬在了这里 也有人说 实地是通过时间之力 把他们的一部分力量 在某个节点复制了下来 保存了下来 烙印在了这里 然后力量痕迹经过时间的沉淀 在信仰力量的洗礼下 成为了阴灵 现在看来 果然是后者 那些英雄真正的身躯 灵魂 或已经泯灭 或还安葬在某处 而阴灵遗迹中诞生的死灵 则和元素进化为的元素生命体 刀剑书籍进化出的剑灵 书灵一样 是纯粹由力量痕迹 和信仰结合诞生的 全新超凡死灵 正因此 才没有前身的记忆 正因此 存在形式才各种各样 正因此 力量形式 却近乎一样 实地这个手段 让在场域受尸再次震惊 这相当于 是塑造全新的死灵种族了 手段并不会比现代 可以塑造机械生命的机械师 差多少 时间系 果然神秘强大 此刻 听着木灰阴阴灵的回答 陈思 什么都不知道吗 那么看来 木灰阴本人和冰霜巨龙 后续镇压冰和图腾的事情 这个阴灵也不知道 毕竟 这个遗迹建立时间 还是挺早的 那会儿 木灰阴应该还年轻 为什么 这里和外界 都没有你的记载 石宇问向木灰阴阴灵 他现在有新的猜测了 站在阴灵遗迹祭坛上 石宇想弄清楚两件事 最想知道 石帝阴河死亡 第一代东皇王朝 因为什么负面 其次 则是为什么冰龙大将军 没有被历史记载下来 木灰阴的灵体没有回答 但石宇看着冰龙大将军的特征 却推测到 是你自己没有 让石帝把你的事情记载下来 石宇花落 木灰阴阴灵目光看向了他 所有人都看向了石宇 是那只龙和你说的吗 我猜测的 一个战力报表 战功报表的石帝之下第一人 晚年甚至还能镇压图腾的顶级传奇 怎么可能后世一点记载没有 有人特意抹去他的痕迹是最大的可能性 那你继续猜猜看 我为什么要抹去自己的痕迹 木灰阴表情看不出波澜 和石宇互相对视着 此时此刻 在场的所有教官 导师 学生都妈了 完全不知道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场情况一度惊悚 就连徐教官等人也都瑟瑟发抖 他奶奶的石帝麾下第四位大将 这么刺激的吗 还有 这个叫石宇的学生 他好勇啊 祭坛上 石宇只是冰龙大将军 木灰阴和他脑海中构建的形象 差距非常大 他原本以为 冰龙大将军出身冰原不足 契约冰龙 封号冰龙 会是一位拥有兵戏玉寿天赋的玉寿师 但是从他的力量波动来看 他的力量 却是成火焰泪 这不科学 冰龙大将军的力量 冰霜巨龙的主人 天赋偏向火系 而且 他的发色 铜色 不是纯种人族 石宇深呼吸一口气 在那种动荡的时期 一个顶级强者 却始终以单兵姿态作战 除了因为他强的离谱 没有人可以配合他外 那还有一个可能 他很难融入集体 或者说 不想融入集体 另外 如果有什么原因 让一个人不想自己的身份被记载 那么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连他自己都讨厌自己的身份 石宇看向冰龙大将军种种特征 他的形象 逐渐和历史中 另外一个人物的形象重叠 并判断起他 不是纯种人族 而是人族和异族混血 此时 随着石宇说完 冰龙大将军 依然没有任何表示 倒是在场六百多名学生 猛地张大嘴巴 一脸震撼 卧槽 石宇在说什么 他们不可思议 看向冰龙大将军的英灵 此刻 穆灰英的英灵 看向在场后世的人族 表情还是很平静 道 你们似乎并不排斥这个身份 他没有否认石宇的推测 并且他发现 后世的人听到这个 表现和他那个年代的人族 有很大区别 非我族类 其心弼异 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普遍观念 但是现在 穆灰英的英灵 却诡异地发现 不少年轻人族 正用着心性眼看着他 似乎很崇拜好奇 思想观念格外开放 不可思议 当然不排斥 石宇开口 毕竟你是东皇古国的英雄 那还真是不错的年代 穆灰英的英灵道 在他那个年代 哪怕最后成为了人族英雄 也依然得不到信任 受够了排挤与猜疑的穆灰英 最终还是选择了淡化自己的存在 甚至因为自己的原因 终生未嫁 让这条血脉彻底断绝 因为这个血脉 他受尽折磨 甚至只能契约强大兵夕宠兽 来冷却自身的力量 混血带给了他天赋潜力 也带给了他许多磨难 他不想这样的血脉遗传下去 祸害后人 除了这处英灵遗迹 应该很少有地方存在他的名字 历史中 还有和我类似之人吗 穆灰英的英灵问 石宇点头 后世有一位女帝 也和你一样 并非纯种人族 但她却结束了 长达数十年的图腾战乱 再次统一了东皇大帝 成为了和石帝一样的传说预售师 女帝 听到石宇的话 在场大部分人露出敬仰的表情 毕竟这位也是从图腾手中 将东皇人族再次解放出来的 伟大传说人物 历史上 的确有许多穆灰英这样的混血人族 他们的出生就是个悲剧 在古代 也的确是受到排挤的一类人 直到女帝横空出世 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此时 听到石宇的话 穆灰英表情恍惚 原来如此 我不如他 穆灰英是然 不过 结合前面东皇王朝覆灭 东皇大帝再次陷入图腾战乱的信息 他不由摇头 东皇王朝的覆灭 在他看来 不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反而早有预料 石帝的野心太大了 驱逐了图腾之后 并不满足于此 他还想长生不老 踏足神话 永世不朽 甚至 目光锁定了沉睡的神话生物 如此雄心壮志 成 则亦非冲天 败 则烟消云散 虽然不知道 后来石帝选择了怎么样的道路 但看来 结局并不怎么好 导致东皇王朝遭遇大劫 再次陷入战乱 不过幸运的是 看来后世的人族 自己挺了过来 念落 他看向了石羽 既然你把我唤醒 那就看看 你有没有继承我力量的资格吧 2000多年前 石帝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些力量 凭借某个开发到极致的超阶时间 死灵双系技能 将东皇王朝众多英雄的力量痕迹烙印下来 让他们借助时间之力 成长进化 为了阴灵 当时木徽英也保存下来了一份力量 如今也已经进化为了死灵生命体 他看向了身边的长剑 准确来说 他的力量痕迹 进化成为了剑灵 火焰系 死灵系的剑灵 可能 也和他喜欢用剑 并且也把天赋血脉之力 封印到了其中有关 这是一个力量极为狂暴的剑灵 他本不想让它诞生 因为恐怕很少有御兽师能驾驭 但是石宇凭借冰龙的气息 将他唤醒了 当下也只能试着考验下石宇了 看看石宇有没有资质驾驭他 通过我的考验 我会把力量浑种交给你 你可以自行孵化 契约他 木灰阴阴灵出现 带来的种种信息 劲爆程度 惊住了在场所有人 谁也不曾想过 石帝麾下 还有一位超绝战力 并非纯种人族的封号大将军 更是非常羡慕地看着石宇 石宇 这是即将得到一个疑似霸主种族死灵又灵 什么考验 石宇非常感兴趣 抬起头 第175章 剑灵附体 什么考验 石宇询问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咽了口口水 想彻底获得这种前身 堪比图腾战力的英灵的认可 估计会十分不容易 石宇能通过所谓的考验吗 两道 木灰阴的英灵开口 第一道 要看你能否承受同级下的剑灵附体 此乃考验你自身的身 心 意 第二道 驾驭剑灵 战胜我 划落 大部分人心跳加速 先不说第一道考验是什么 第二道考验怎么可能 虽然说 当下的英灵 只是一道力量痕迹 但也要分 是谁留下的 况且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 这些力量痕迹 并没有因为时间而变弱 反而 是逐渐地变强着 考验 是要和一位足以堪比图腾的 古之大将战斗 而且 还要胜利 哪怕是同级之战 这也是天方夜谭吧 此时 有着一头披肩的红色秀法 以及红色的瞳孔的木灰 阴拔出了配件 长剑静静悬浮于天空 和冰龙大将军一样 这把剑也是灵体姿态 包裹着如同太阳般的火焰灵气 光辉耀人 此剑剑身呈红色 袖有花纹 饰有扬言 周身的艳光逼人 并捐刻两个字 红雀 片刻后 长剑落入祭坛 并且插入旗内 倒不是真正的插入 而是以灵体的形式 似融合一般 半截剑身融入祭坛 只留下剩下半截剑身和剑柄 剑 这就是力量浑肿 最终会化为的形态吗 时宇看向剑灵 目光微颤 如果说刚才 他只是很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那么现在 看到这把剑 就是宇宙无敌超级 非常特别有兴趣 剑灵 是剑啊 这不比弓兵帅 石鱼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成其石铁兽 然后剑灵附体 一剑一个小图腾的画面了 是 又不是 木灰阴道 力量浑肿 最终的确会化为剑灵形态 但是最终是什么模样 要看孵化它的人 红雀只是我的配剑 是我用来封印天赋 血脉力量的武器 最终 我和它 都会彻底消散 融入魂肿 化为全新的剑灵 你要接受考验吗 木灰阴道 事先提醒你 会有生死危险 剑灵是我的力量 痕迹净化而成 哪怕它只是超凡级 也都需要 无凭以上御兽师的肉身 灵魂 才能承受它的力量 为了压制我自己的力量 我才不得以 契约众多兵夕战兽 成为你们口中的 兵龙大将军的 这是一个力量 极为狂暴的剑灵 寻常御兽师难以驾驭 木灰阴化落 在场众人说不出话来 擦 你是有多强啊 人家契约宠兽 都是为了更好的 利用自己的天赋 你倒好 是为了压制自己的力量 另外 哪怕剑灵是超凡级 都需要无凭以上 御兽师的肉身 灵魂强度 才能驾驭 在古代 东皇王朝 针对御兽师的等级 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品极制 共分九品 九品就相当于 剑袭御兽师八品职业初级 七品职业中级 六品职业高级 而五品 自然就是现在的大师级 理论上来说 想驾驭一只超凡级宠兽 初级职业御兽师就行了 御兽空间二级就行了 但是 这个剑灵 却需要五级御兽空间 众人经过判断 只有一个可能 用现在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 剑灵的种族等级 高得离谱 至少 也得有高等霸主种族 甚至以上 不然不会对御兽师 要求这么严苛 我把他的力量 控制在了超凡级 如果你能凭自己的力量拿起 那第一道考验便算通过 如果你拿不起现在的他 未来也必定驾驭不了新生的他 冰龙大将军表情平静 陈述着事实 食语 要不算了吧 这时 人群中的李主任 皱眉看着剑灵 那个剑灵的能量很暴虐 强度也很高 带来的负荷 可能已经直逼君王急了 这根本不适合普通御兽师契约 你的御兽空间才三级吧 自身安全要紧 和主任也道 他们也希望食语能获得剑灵认可 这对古都大学 乃至对东皇 都是一次重大的收获 然而 身为顶级大师的他们 可以清晰感受到 这剑灵的力量的恐怖之处 哪怕是我想要拿起 估计也要承受一定负荷 徐教官赶之后 目光严肃 这才只是超凡级剑灵啊 可以说 现在就是随便让一位 普通大师及导师上去 都不一定能承受剑灵的力量 三位顶级大师都开口相劝了 但众多学生却发现 食语仍认真地盯着剑灵 算了吧 我知道你很牛了 但别在这种事情上乱尝试了 学生群体中 余术竟然也开口了 虽然羡慕极度食语 但是作为一个通灵者 他很清楚死灵系的弊端 尤其是能附体的死灵系 宠兽的弊端 多数死灵系 都是靠着吞噬御寿师的生命 灵魂 精神 和体能成长战斗的 附体状态下 虽然能让御寿师站立飙升 但是对御寿师的体质 要求高的离谱 消耗比御寿天赋还大 食语明显没什么 和死灵系接触的经验 不知道其中的凶险 一个实地之下低人的英灵 食语现在的确还承受不住 而且 英灵遗迹的考验 还从未出现过放水的情况 谢谢提醒 不过 我还是想试试 食语看着剑灵 对身体强度 灵魂强度要求极高吗 食语一步一步上前 走到了剑灵旁 这一刻 众人平住呼吸 只见食语直接把右手 落到剑柄上 如果是别的要求 食语或许还会忌惮下 但是身体强度和灵魂强度 两视为人外 加有技能图鉴反馈 每一个阶段 都达到肉身极限的他 完全不虚 别看他现在只是终极御寿师 但是肉身强度 早就直逼顶级大师了 哄 剑柄上包裹着的 如同太阳般的火焰灵气 直接缠绕上食语的手掌 虽然剑灵只是灵体 但是食语还是直接触摸到了他 当下 食语感觉自己 仿佛把手伸入太阳中一样 无比的炙热 那种炙热感 更是一瞬间清洗全身 让食语请客就满头大汗 浑身仿佛被汗水浸湿 而随着食语触摸剑灵 此时剑灵的力量也被解放 轰然间 有庞大的热浪从剑灵中爆发 嗡的一声 恐怖的热风朝着四面八方 汹涌扩散而去 什么 几乎是一瞬间 围观在祭坛周边的学生们 大脑瞬间晕眩 宛如中暑一般 这时 整个祭坛和周围的地面 都被晒得滚烫滚烫的 稠乎乎的空气好像凝住了 恐怖的炎热压迫 让在场的学生都喘不过气来 有一种无力动弹的感觉 快退开 在场的大师级代班导师们 也没想到 剑灵散发的威势 便这么恐怖 他们头上也有汗珠留下 并连忙组织学生们 向后退去 好热 火焰类元素生命体 也不可能有这种温度吧 不少学生头皮发麻 这种温度 超反击 就离谱 不过 更离谱的是 祭坛上的一切 恢复过来后 所有人不可思议看向祭坛 此时此刻 剑灵犹如披裹着烈阳般 赴于刀刃之上 仿佛请客就能把一切外物化作飞灰 当下的祭坛之上 犹如燕热的地狱 哪怕大师及预售师单凭自身 恐怕也很难坚持多久 那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宛如太阳的核心 随着剑灵爆发出威势 再次感受到 这不是普通预售师能驾驭的英灵后 李主任和主任 徐教官等人都有些 后悔没有阻止食欲 这哪是超反击剑灵啊 理论上来说 这剑灵产生的负荷 估计要顶级大师才能承受 但是 随着祭坛上热浪中模糊的身影浮现 所有导师和退开的学生 统一瞪大眼睛 因为热浪的核心 温度最高的地带 石宇的手 还稳稳地握在剑灵剑柄之上 当下 石宇的汉字已经被蒸干 如同太阳般的火焰灵气 更是缠绕在了他全身 仿佛在烧燃着他的体能 更让他犹如身处最炽烈的火海 嗡 随着石宇用力 插在祭坛上的剑灵 微微松动一下 让所有人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 怎么可能 石宇不仅坚持了下来 还真的让剑灵松动啊 他真的是人类 同样处于祭坛之上的 墓灰英英灵 没有丝毫表情流露 但是已经亚于石宇能做到这种地步 后世的御寿师 对于自身的锻炼 竟然到了如此程度吗 石宇于祭坛冥想召唤他时 他可以清晰感受到石宇的境界 在他那个年代 哪怕是特殊天赋的御寿师 对于自身的锻炼 也绝对不可能达到石宇这个级别 就算是他这样的混血人族 同级下体质 也不一定比得过石宇 冰龙大将军又看向祭坛周围 看向那群苦苦坚持 亦是仿佛昏缺的孩子们 又看向了身处祭坛中心的石宇 看来 能得到那头龙的认可 这个年轻的御寿师 是自身不同寻常 宛如人形凶兽般 看似虚弱的身体内 隐藏了庞大的力量 我擦 他一点是没有 他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学生群体中 于树 亡灵等人 没想到 他们在祭坛外 也遭受了无妄之灾 感受到火焰剑林爆发的威能 他们感觉身体仿佛要炸开 那个冰龙大将军没说谎 完全难以想象 这种力量出现在人体内 会是什么感觉 难怪要借助兵系宠兽的力量压制 然而此时 最让这群艰难抵抗 却不愿意离开这边的学生们 难以接受的是 和他们差不多级别的石宇 此时竟然身处热浪的中心 仍然缓缓拔动着剑林 这家伙 不怕热吗 他到底是什么怪胎啊 祭坛上剑林缓缓被拔动 这期间 石宇的发色 瞳孔 红色若隐若现 配合他周身的气焰 已经快从超级地球人 变成超级塞亚人之神了 这个过程 剑林的威势还在逐渐增强 但是石宇 也逐渐从被动的局面 逐渐开始适应火焰剑林的力量 臭 石宇使用了浑身上下的力气 面部被热浪扭曲模糊到了极致 依然在用力拔动着剑林 忽然间 伴随轰的一声波动 一股更为炎热的橙色火焰 从剑林中爆发而出 火似焦阳 这一刻 无穷的热议 仿佛受到了火焰霸主的召唤 重新汇聚于剑林之内 呼呼呼呼呼 祭坛之上 耀眼夺目的火焰中 在无数火蛇营绕下 双手拔剑的石宇 猛然感觉到一身轻松 流光闪烁后 剑林的全身 直接显露在了石宇的视线之内 石宇手持剑林 全身依然被太阳般的火焰灵气包裹 发色 铜色 剑林附体状态下 也都短暂变成了 和木灰鹰类似的颜色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 学生们微张着嘴巴 不可思议地看着祭坛上的画面 红发红铜 浑身气焰笼罩 宛如神灵姿态的石宇 给他们一种心灵颤动的感觉 这是石宇 就离谱 余数眼珠子一瞪 后退一步 妈的 真拔出来了 这家伙 果然不是人吧 他 他果然是怪物 苗东东也眼睛一瞪 拔出来了 这一刻 大师们也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看着眼前有火焰沉浮 姿态改变的石宇 人们疯狂咽口水 感觉还不错 这一刻 石宇目光茫然看向了双手 以及手持的剑林 成功了 这股力量 此时 石宇感觉自己的血液 都变成了火焰 虽然负荷极大 但是却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说不定 可以一键秒掉参宝宝 参宝宝 不 说不定连空间都可以灼烧 秒掉虫宝宝 虫虫 在现场所有人的深呼吸下 石宇视线一动 看向了木灰阴阴阴灵 这个就是剑林附体形态吗 的确强大 虽然极具消耗体能 但是石宇也明显可以感受到 带给了自己一些其他的增幅 只不过 现在没时间去探索了 这样 应该算是完成第一道考验了吧 石宇开口 等待木灰阴阴阴灵的回应 我们看起来 在秦宝宝 媳妇